大家好,我是温道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技术系统培训里面最后一章 也就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章啊 就是K线组合这一块 很多朋友之前可能自己也学过这个K线 但是由于K线组合太多 就是很难去记住这些K线组合 那么我建议大家呢 以后在这个学习K线的时候 你不需要刻意去记K线的名字 就是这个K线组合叫什么名字 那个K线组合叫什么名字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一个长期去看书的这样一个习惯呢 你记就大概有上百种的这个K线名称 你去记这个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 你只需要记住什么样的一个K线组合 它是看涨的形态 什么样的一个K线组合 它是看跌的形态就可以了 这个我待会会给大家这个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这个K线呢给大家系统的去讲 首先给大家先讲一下这个K线的一个概念 按照我们中国投资者的这种习惯来讲 一般来说上涨是红色的 是阳线 那么下跌是阴线 这个K线呢任何一根K线它都有四个价格 这个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上涨线最高最高的这个价格 最高价这个叫做上涨线影线的价格 那么就是这个如果说是阳线的这个实体部分 上半部分 那么这个是收盘价 那么这个阳线的实体的下边缘 它是这根K线的开盘价 那么这根影线最下方的价格 这个是这根K线的最低价 那么阴线 它阴线的话这个最高价最低价 这个都是不变的 都是影线的最上边缘和影线的最下边缘 但是呢 阴线为什么说它称之为阴线 就是因为它今天跌了 对吧 整体这根K线是跌的 那么你如果说跌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收盘价 要低于开盘价 那么它是下跌的 就比如说这根K线它开盘的时候 是在1200收盘的话 是收在了1190 是不是它跌了10美金 跌了100个点 是吧 那么它这个收盘价低于这个开盘价 所以说它收出的这根K线 是这个阴线 也就是蓝色或者说绿色表示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认清楚 这个K线 包括这个很多朋友 就是刚接触投资 或者说刚接触技术的话 不是特别懂 都会认为这个 咱们平常所讲的K线 它是一根线 其实实质上 这个K线 它确实是一波行情的走势的 一根线 但是呢 我们具体总结到盘面上来讲的话 那么用这种K线的形式 用这种最高价最低价 以这种蜡烛图的形式去展示的话 那么更有利于我们的分析 那么第二点给大家讲一下 分析K线的原则 我们在这个去学习K线 或者说这个记忆K线的时候 一定在这个学习之前 把这个了解K线的这个 把这个K线的原则给了解清楚 那么你了解这个K线的原则之后呢 就是分析K线的这个原则之后 那么对于你的这个K线的理解 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第一点啊 可以分析K线的原则 第一点就是 不是所有的K线都是有意义的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打开一个盘面 那么我们分析K线 主要是想了解 这个K线对于后市 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引 对吧 到底它有这个 它有什么样一个意义 我们去分析这个K线的意义呢 主要去找的就是 一些特殊的K线 一些这个有指引作用的K线 就比如说 它在高位收出 这个比较长的上影线 或者说下影线 或者说它收出 一根实体比较大的K线 那么像这种K线 它是都是属于比较特殊的K线 你要么力度很大 要么呢 你就是多空争夺比较激烈 那么这些K线 它对于行情 它会有一些指引作用 但是呢 有一些K线 就比如说 我把这个放大 就比如说像这一波 行情 它属于一种震荡 对吧 那么它频繁的收出这种 小阳线 小阴线 它也没有特殊的这种走势 那么这种K线呢 它就是属于一种 没有意义的K线 它仅仅只是行情震荡 行情波动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这种K线呢 我们没有必要去研究 也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时间 我们只看这个 有特殊意义的 幅度比较大 或者说影线比较大 或者说收出一些 在特定的位置 特定的高位 或者说特定的低位 收出这种K线 我们只去研究这一种 分析K线 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K线 或者说K线组合 对于后市 它的影响有三种 第一种是反转 第二种是持续 第三种是无意义 这个怎么要去理解呢 还是随便打开一幅图案 我们在分析K线组合的时候呢 我们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最想知道的就是 假设它收出一组K线 或者说一根K线之后 我们能够判断出反转行情 也就是说 抽出这组K线之后 能够判断出行情 由涨进入跌 或者说由跌到涨 那么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这个也是我们研究K线的意义 对吧 那么一般来讲呢 这个在行情波动的过程中 收出反转K线 次数是比较多的 或者说这一种K线呢 是相对来说 收出之后 这种组合 这种走势是非常非常明朗的 那么一旦收出反转K线的话 那么意味着行情 就是走出一波 相反的行情 那么空间也比较大 我给大家就举一个例子 好吧 比如说这里啊 就比如说一波下跌之后 它在低位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收出了三根K线 然后行情它由这个 收出这一组反转K线之后呢 它由跌转为涨势 那么像这一种K线呢 可能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懂 这一组 你先收出一根阴线 紧接着收出一根 长上影或者说长下影的这种十字线 然后呢 再收出一根阳线 像这种是早晨之星的一个形态 它是这种 空翻多 这种反转K线组合 那么一旦收出这种组合之后呢 行情它就是由下跌 转为上涨 进入一波上升趋势 那么这种呢 它就叫做反转K线 这一种呢 是我们是最需要去寻找的一组K线 那么第二类K线呢 我们需要研究的叫做持续型的这种K线 这种K线呢 它在我们实际交易过程中 相对来说 比较少一些 而且即使出现呢 这种 作用 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我们也要 这个去学习去研究这种啊 这种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上涨过程 假设像这一波上涨过程当中 对吧 那么 假设它收出了 很简单 比如说这根大阳线吧 它本来就是一波上涨趋势 那么你在上涨趋势过程中呢 这种回撤的过程中 那么又收出一根大阳线 大阳线的意义在于什么 在于多头力量远远大于空头力量 像这一种大阳线 它就指引着后市 有继续上升的可能 这个就相当于 我平时在给大家做分析的时候 经常会给 大家在技术面上 最后一条 给大家写这个 K线的形态 K线对于后市 有什么样一个指引 对吧 一般来说 大阳线 都是属于 多头力量 比较强的一种表现 那么对于后市 都会有比较大的这种指引 像这一种呢 在多头趋势下 收出大阳线 它就是属于一种持续型的这种形态 但是一般来说 这一种呢 出现的很少 那么出现之后呢 意义也不是像这种反转形态 意义这么大 对于我们的交易 影响这么大 但是呢 出现之后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它的这种含义 对于后市 有什么样一个影响 好吧 第三种呢 就是 有一些K线组合 或者说K线形态 收出来之后 其实对于行情 它是无意义的 是属于这种过滤的 把这两种 把这些呢 给大家发出去 这种无意义的K线组合呢 我刚刚在 给大家这个 讲第一条的时候 也说过 就是属于这种 在震荡行情中 它收出的小阳线 或者说小阴线 对吧 这一种行情 虽然说它收出这种K线 但是实质上 这一种K线组合 小阳小阴线 对于后市 它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这种指引作用的 这种是属于一种 过滤的组合 那么第三个分析的原则呢 就是专门讲反转K线的 真实含义 对于所有趋势反转的指标 或者说K线组合来讲 它们实际上揭示了趋势即将发生变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价格将掉头转向相反的方向 也可能仅仅只是趋势原有 只可能是原有趋势的结束 暂停休息 这个我们怎么样去来理解 我们所讲的反转 从字面意义上来讲 就是从一个一种趋势 转为另外一种趋势 这个叫做反转 对吧 但是呢 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呢 反转并不 并不是说一定 它是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反转 它的真实含义呢 就是结束原有的趋势 就比如说原来它是下跌 你收出反转信号之后呢 行情大概率是走向另一个方向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不排除它由这种下跌 转为横向运行 转为震荡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由下跌转为震荡 其实也是趋势发生了变化 它没有延续原有的趋势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呢 它也叫做反转 所以说呢 这里我给大家单独强调这种反转 就是给大家提示这一种呢 就是不要太激进 一旦我们在后市去发现了这种反转信号 那么并不是一定是立刻进场的 而是需要确认 特别是三根K线以下的这种K线组合 或者说K线形态 就比如说你一根K线 就在原有下跌行情下 直接收出一根大阳线吧 那么你仅仅只是收出一根阳线 那么并不意味着行情 它就一定在那个阳线之后 就一定往上走了 它也可能横向运行 具体它到底是横向运行呢 还是往反方向发展 我们还需要后市的K线进行一些确认 确认完之后 我们才能这个继续 沿着新的方向去操作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今天这个之前讲课 也给大家这个举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我们在这个路上开车 对吧 突然这个车在一个十字路口 它停住了 这个十字路口停住 那么就相当于我们收出了这样一个反转的K线组合 但是呢 你停这个车停在那里 我们并不能说 它停完之后 下一步它一定会掉头 或者说下一步它又一定会右转弯 或者说一定左转弯 那么 我们还需要这个信号灯的一个指示 对吧 它可能是左转 也有可能是右转 具体我们要看信号灯 它到底给出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指引 这里和我们这个K线组合 反转K线组合的意义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抽出反转K线组合 仅仅只能代表原有趋势的结束 具体后市我们往哪走 往什么样方向走 还是需要后面K线的一个确认 这个能明白吗 大家先把这样一个概念给记清楚 具体怎么样去确认 具体这个什么样 什么样的形态需要确认 或者说这个确认信号是什么 这个是我后面给大家讲的内容 大家再花两分钟时间 把这三个原则 再给看一下 然后再根据我刚刚讲的内容 你在你的脑子里面再这个想一下 然后再根据我 我可以用手指甲的方法 用手指甲的方法 用手指甲的方法 看完了吧 很多朋友呢 他在这个分析K线的时候 他都有误区 有些人讲这个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 他K线组合收出反转形态之后 他行情没有往反方向发展 而是进行了一种震荡 或者说他在震荡完之后 他比如说原来是下跌 然后收出这种反转信号 他并没有上升 他在震荡完之后继续下跌 有的朋友可能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就觉得这个K线形态 他也不准 不是K线形态不准 而是你对于K线形态 这种具体的作用没有理解 其实我们收这个反转形态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简单的讲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原有趋势 它是下跌 对吧 然后他收出了反转形态 这个反转形态给我们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 是原来我们开的空单 在收出这种反转K线组合之后 应该是空单离场的信号 但是他并不是多单入场的信号 或者说并不一定是多单入场的信号 当然大概率 他可能会向相反方向 但是我们不排除 他会震荡 或者说不排除他震荡之后继续下跌 明白吧 但是最稳妥的应该是收出这个信号之后 你的空单利润要在这里了结 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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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这个我继续往下讲 那么我们在具体去看K线的时候 有些朋友他不理解 为什么说这一组K线它是多头 那一组K线它又是空头 那么我给大家进入一个概念 去分析这样一个K线 那么你们就会对于这种多头 或者说空头的这一种K线组合 会有一个很直观 或者说很明朗的这种理解 我们在具体分析K线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K线想象成有两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多头的力量 那么多头的力量作用是推升着这个K线 或者说推升着这个价格上涨 那么空头的力量是打压价格下跌 这两股力量实质上是不存在的 只是说我们引入这个概念之后 你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这个K线收出来之后 那么对于市场 它到底后市有什么样一个指引 具体我们怎么看呢 我还是随便打开这个图形 就假设这里它收出了一根大阳线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说这里它会收出大阳线 收出阳线意味着 在这里在这一段 在这一段行情当中 多头的力量要远远大过空头的力量 所以说最终的结果 我们可以理解为多头胜利了 那么你多头胜利了 就意味着它在这一段时间内 它的力量要比空头强 对于后市来说 你多头力量强 当然能够推升着这种 走势大概率的上升 对吧 那么紧接着如果说收出空头K线的话 或者说收出这种阴线的话 收出这种阴线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根K线收盘之后 空头占据主导作用了 空头的力量强 那么你空头力量强 在这个短时间内空头比较集中 那么对于行情的影响 是什么呢 对于行情的影响就是 后市下跌的概率大 包括K线组合也是 假 就比如说我们收出这一根 这一组K线组合 我刚刚讲到这个是早晨之星 或者说有些朋友讲的起明星 对吧 那么为什么讲这一组K线组合 它是一种多头的K线组合 多头的反转K线组合 为什么讲收出它之后 行情反转的 或者说上升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这一组K线组合呢 它是先收出一根阴线 对吧 然后呢 它在低位收出一根十字星 那么我们先收出阴线 意味着这个时候 还是空头力量占优的 对吧 还是空头比较强的 紧接着呢 它收出一根十字线 这根十字线代表什么 它原来是空头力量强 现在呢 你 这个十字线的意义 就是 开盘价在这个位置 对吧 你这根K线的运行呢 是先往上运行 对吧 然后紧接着 你又往下运行 最终你收盘的价格 又收在了 你开盘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说 它才会收出这个十字线 那么这根线的意义呢 就是属于一种多空平衡了 对吧 你由原来的空头占优 然后收出了一根K线组合 那么 就又转变为多空平衡了 现在谁的力量 都不大 其实十字线的十字 这个十字线 它就是一种转世的一种信号 因为你原来多空头占优 现在是多空平衡 其实这根黑线的含义就是 多头的力量开始介入了 不然的话 它也不会由多头占优 由空头转优 转为多空平衡 对吧 大家自己想一下 然后紧接着 再往后呢 它又收出一根阳线 那么阳线的 意义就是 这根K线 是属于多头力量 大于空头力量 它才会往上拉升 才会收出阳线 那么 所以说 这个又进入了 多头占优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呢 这整个的这样一个K线组合 它就是 原来空头力量强 紧接着 转变为多空平衡了 然后 这一根K线收出来之后 又是多头力量 占优 多头力量强 所以说就是 由空转为平衡 然后转为多头 所以说 这样一根K线组合 它就是一个 反转的信号 由跌 转为上涨的 这样一个信号 我这样给大家讲 能够理解吧 你是不是这个 虽然说这两股力量 它不存在 但是呢 我们在具体去分析行情 分析K线的时候 把这一种 潜在的 这一种力量 去形象化的 去想象一下 那么我们就 很容易 去理解 为什么说 一根K线 或者说 一组 K线组合 对于行情 它有指引作用了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去记忆K线 记忆这个后视 这样一个影响 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你不要只看 你所能看到的东西 你加入你的想象 其实这个理解一些东西 很简单 就比如说这个 像以前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这个老师讲课 总会讲这个 你理解性的去记忆 对吧 空头是 我们所指的是 做空的力量 多头是做多的力量 并不是指的人 好了 如果说 我把这个也结给你们 如果说 你们对于 这个 分析K线 这两股力量 你能够 有这种潜在的认识的话 那么后面 我去讲K线 给你们讲K线 就会非常非常简单了 你们理解起来 也非常非常简单啊 这样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 你在 没有了解 这样一个 这个潜在的力量 之前呢 你去看书 或者说 你去学习的话 是非常非常吃力的 这个也是我长期讲课 给大家这个 总结的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好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具体看一下这个 K线 到底哪一些K线 对于我们的这个交易 更有意义 哪一些K线 值得我们去研究 那么今天 先给大家讲的是 单K线的 这样一个情况啊 呃 大家把这个 群共享里面 我上周给大家上传的这个 实战分析技巧 蜡烛图 单K线 这样一个文件 下载下来 然后打开啊 我带着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单K线 怎么样去理解 首先单K线呢 呃 最明显的 也就是 也是这个 我们遇到比较多的 最有意义的 最具代表性的 K线呢 就是这种十字线 十字线 我们遇到的非常多 对吧 一般来讲呢 十字线 它的这个 一旦出现 对于行情的指引 一般来说 都会是反转的这种作用 对吧 那么 根据我刚刚讲的 这个 多空力量的对比 大家 来理解一下 这个 十字线啊 十字线 它实质上的意义呢 就是 开盘价和收盘价 一样 但是 它在这个 开盘到收盘的过程中 既创了新高 也创了新低 最后 回归到原点 这个就是属于一种 多空 争夺 非常激烈的一种表现 明白吧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个十字线 它都会收在 要么是高位 要么是低位 那么 如果说 这个十字线 它收在 高位的话 收在高位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它有原来的 强势的多头 对吧 你在多 你在高位 因为你原来 多头力量强 把这个行情 给拉得非常高 然后呢 你收出十字线 进入这种 多空平衡的一种状态 意味着 空头开始 逐步进场了 紧接着 行情 它就有多转空了 对吧 那么 还有呢 十字线 它收在低位 收在低位呢 它是属于 原来行情 空头力量 非常强 对吧 一直在打压 打压之后呢 在低位 收出一个十字线 这个十字线的意义呢 它就是 由原来的空头占优 转为多空平衡 潜在的含义 就是空头开始 逐步进场了 原来 你空头占优 然后多头力量很弱 无法抵抗 这个空头的打压 但是呢 在这里 进入了一种平衡的一种状态 就是空头占优 转为多空平衡 这种就是由空头转为多头的一种信号 明白吧 所以说一般来说啊 收出十字线 它都是一种反转 意义 影线越短 它的反转意义越弱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说啊 你影线收出的 越长啊 我给大家找一个 找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案例吧 就比如说这里 就比如说这里 它在这个高位呢 它收出了一个上影线和下影线 都非常长的一个K线 对吧 那么这个就意味着 多空争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那么它往上拉了很高 然后 这个又往下打压的很低 在这种多空博弈之后呢 行情回归自然 回归到初始的阶段 那么你多头力量出力了 空头力量也出力了 而且你拉伸这个影线越长 说明你发力就越狠 对吧 争夺的就越激烈 那么这里的反转意义就越强 如果说你仅仅只是收出 很短的上影线下影线 这个呢 就比如说这里 就比如说这里 它收出的这个也收出十字线了 但是呢 上影线下影线都很短 对吧 也是处于一种多空胶着的一种状态 但是呢 这一种就是属于我刚刚所讲的 是无意义的一组一种k线 对于后视指引 其实并不强 像这一种 当然有些朋友这个 像今天也有朋友问我 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判断这个k线 它到底是出现在行情的途中 还是出现在行情的末尾阶段 出现在高位还是低位 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你看k线组合 如果说你不确定 它是在高位还是低位的话 那么第一种就是简单的方法 一共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你看一下这根k线组合 就是这个十字线啊 它到底 影线长不长 如果说是这一种小 这个上影线下影线很短 那么这一种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基本上这个是属于 处于行情的 中间位置比较多 像这一种啊 那么如果说 它行情是收在 收出了很长的上影线 或者说很长的下影线 那么像这一种 在这个高位 或者说低位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是第一种判断的 这一种情况 相对来说呢 这一种判断的方法 比较主观一些 那么如果说你想客观一些的话 也就是说 你想定一个标准 到底什么样在高位 到底什么样在低位 那么建议大家插入 像这种情况呢 你插入一个指标 插入成交量 这样一个指标 那么你插入这个成交量 这样一个指标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如果说 它的这个 收出十字星的时候 我刚刚给讲了 收出十字星的时候 是多空力量对比 你多头力量和空头力量 都在发力 对不对 那么你都在发力的情况下 它成交绝对比较活跃 那么它的成交量 绝对也会比较大 明白吧 那么但是呢 如果说你收出这个十字星 你不确定 它是在高位或者低位 你这个时候呢 你看它收出K线 所处的位置 如果说多空争夺 它并不激烈 那么一般来说 像这一种情况 它在高位或者说低位的 它在高位或者说处于低位的 顶部这种 或者说底部的这种 可能性都比较小 明白吧 你像这里 收出的成交量很低 你像这个地方 成交量也都非常低 这个反转的意义就不强 但是你像这里 它收出了长 比较长的上沿线下沿线 它的成交量相对来说 是比前期要扩大的 要放大的 那么这里反转的意义就更强 明白了吗 这是十字线 我们在具体在做交易的时候 我们收出这种十字线之后 我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你收出这个之后 它并不一定是最高点 或者说最低点 但是你收出这一根K线之后 一定要十分警惕 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变盘的一个信号 至少我们应该是把前期的多头头寸给出局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讲的 这种反转的意义一样 但这个位置并不是说让你去 出现之后去做空的 而是把前期的多头盈利空间给平掉 然后第二组K线叫做上吊线 这个K线 大家在平时交易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 大家来具体看一下这个上吊线的这样一个形态 形态特征 第一个上吊线 它一定是出现在上升趋势中 第二个 小实体在交易区域的上面 也就是说这一根上吊线 它一定是在这一波上涨趋势的上方 第三个就是下影线的长度应该比实体的部分长很多 一般要求要比实体的长度长两倍以上 就是说这根K线 它有实体 有影线 那么但是影线部分一定比较长 要比实体大两倍以上 第四个标准是上影线非常短甚至没有 上影线非常短甚至没有 第五个就是小实体的阴阳并不重要 这个就叫做上吊线 那么这个上吊线它是也是属于一种反转信号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实例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讲上吊线 它是属于反转信号 我们也以这种多空对比的这种情况 去看一下这个上吊线 那么这根线呢 它在前期 第一个条件是一定在上升趋势当中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说 它在这个上升过程当中呢 先是 一般来说呢 它是跳空上涨 先是收出阳线 紧接着呢 它大幅度下跌 最终呢 行情 多头又收复失地 就给拉上来了 对吧 但是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 先下跌 后拉升 那么它收出的这一根很长的上影 下影线啊 它是多空力量对比的一个表现 它也是空投入场的一个信号 为什么这么讲呢 虽然说 它有可能最终收盘 还是一根阳线 对吧 就比如说 我给大家截这个图 这个例子 最终还是收出阳线 很多人他觉得阳线就是好的 阳线就是看涨的 其实并不是 我们看这个 上吊线啊 具体 看中的是它这个下影线 并 并不是 看 这个并不太在意 这个阴阳 明白吧 这个下影线 给我们的提示就是 你原来一直都在涨 一直都在涨 那么你收出这根下影线 意味着就是你先下跌 后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 你有下跌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你这个下跌的过程 就是属于空头进场的一个过程 空头进场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这一组K线 它也是反转信号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种上吊线收出来之后 它是属于次级反转信号 我们需要后面一根K线再做确认 明白吧 就是说收出这根上吊线之后呢 我们不要立刻入场去做空头 一定要等接下来一根K线收盘 如果说后面一组K线 它黑面这个上吊线 后面一根K线 它收出了一根阴线的这种确认 那么我们就这就意味着 这根反转信号得以确认了 后面我们就逢高做空就可以了 明白吧 再看一下这样一个例子 它也是在高位 对吧 收出一根上吊线 然后这个例子 就第二个例子 它是上吊线 它是收出的阴线 对吧 那么紧接着后面一根K线 它又收出了一根阴线的这种确认 那么就意味着这一组反转信号 得以确认了 后视就转为空头了 它这个上吊线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它的这个下吊线越长 反转的意义就越大 这个原理呢 和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十字线 是一样的 好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组K线 讲快一点 后面的阴线不适合入场 再确认下一个逢高做空的机会 后面的这个阴线是确认前面的上吊线 有意义的 明白吧 确认这个空头反转的形态 成立的 这个K线组合 就是指引后视 下跌的 那么并 你并不需要 就是总想着在最高的位置去进场 这个是给你的一种方向性的指引 我们再看下一组这个K线组合 锤子线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锤子线的形态 是不是刚刚和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上吊线 在K线形态上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但是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收在最上方 一个是收在高位一波上涨之后 一个呢 它是收在下方 是一波下跌趋势之后 这两个都是属于 属于反转形态 只是说它在高位是属于 这种多翻空的反转形态 它在低位是属于空翻多的反转形态 这个我就不需要给大家多讲了 你就和 因为这里呢 我们看的也是下影线 我们关注的是下影线 明白吧 下影线是多空力量的一个对比 那么它这种反转的意义就很强了 你像这个K线形态 我们怎么样去记 如果说它在低位的话 收出这样一个锤子线 是不是 这个K线非常像一个锤子 锤子是什么 锤子是夯实底部的一个工具 那么它就是一个底部的一个信号 明白吧 所以说 可能有一些这个K线 同样的K线 它在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作用 比如说这是锤子线的这样一个实例 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锤子线也是需要确认的 然后再给大家讲 这个下一组K线形态 是倒锤子线 这个倒锤子线呢 和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就是第三种这个锤子线 在形态上刚好是反过来了 对吧 但是呢 它的意义是一样的 我们不需要看 它的实体是在上方还是下方 主要就是看这个影线的存在 这个影线的存在就显示 就预示着多空力量进行了一波博弈 那么这个倒锤子线的意义了 只是名字和锤子线不一样 其他的具体对于后市的指引 都是完全一样的 刚才有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上吊线在上吊线在上升趋势 它的上影线 最高点需要比前几根K线的高点更高 还是无所谓 这个是无所谓的 明白吧 上吊线我们看的并不是这根K线的本身 而是看的这个影线的存在 这个影线的存在就意味着 行情它在多头和空头形成了这种博弈 所以说它的高点或者说低点 其实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只是说我们看它的长度 不要看它的高度 明白吧 然后第五组K线 我今天把这个第五组K线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就不讲了 这个第五组K线是射击之星 这个呢 这个K线和我们刚刚所讲的 和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第二种 这个第二种这个上吊线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把这个上吊线给反过来了 影线在上方了 但是不管你影线在上方还是下方 你只要是有影线 而且是是实体两倍以上的影线 都代表着多空双方力量对比 多空双方同时进场 那么它就是一种反转信号 我今天讲了五种K线信号 其实这个总结起来只是三种 大家这个再好好理解一下 根据我所讲的 然后你们再去多看一下 我给你们上传的学习资料 然后更深刻的去记忆一下 今天讲课到此结束 我现在讲课到这个时候 我先去设计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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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